講一下小米,我女小姐想買1810,她12.5買了 她說現間先放好不好?還有沒有再上呢? 如果只要1810來計算,那12個多買 其實暫時都有差不多1元的利潤 如果以短期操作來說,其實可以的 甚至乎以技術走勢,因為這兩天,市場也好 它都是再立些,那現在今年條20天錢都脫穿了 因為20天線13.6,甚至13個插這些位附近 我想你可以看一下,如果放一個短期操作 看今天收市前,可不可以站在那邊? 如果不行的,其實這些大概1元,小小的利潤 考慮吃一吃活,其實可以的 但如果你本身當時12個半入場,你不是用來做短炒的 其實我覺得你那些位算入得不錯的 因為其實以小米,雖然中長期來說要很大升 暫時都是難的,但是如果從近期的業績裏面 其實那個表現我覺得比預期是理想的 也有利益的估值一點點,是向上調了一點 還有之後又有一個回購 所以你看到其實本身近期的勢是相比起之前來講 是好不少的,只不過這一轉可能又再受累 市場上升到 所以剛才說的就是,如果你貨短炒 我覺得你望著20天線上不回來就先賺掉它 先走了,那如果貨中長線來講 我想可以繼續拿著它 因為始終你買的價值比較低 我覺得貨中線一點點 要試上大概15.5這些位置在樓上 其實那個機會性就存在了 是,好啊,那就另外一位是Claudia 她也是想問小米,但她就反過來 就是高點位置買的 22元的成本價 她就是想問現在可不可以入貨溝淡 另外還想問恆大汽車 說近期有沒有機會上回4.6呢? 我想小米啦,那20多元買的確都捱了好一段時間 那甚至之前最低11.38元 那你說想加加住 那正如剛才講的基本因素或者業績 其實OK了,OK了一點 那我覺得可以考慮的 那不是說這些價錢 因為正如剛才講的就是短期的走勢 譬如今天起碼還是穿20天線 如果想回去都還OK 但是上不回去就可能會慢慢 試穿13元邊的 那所以如果想加住 我想落到13元以下這些位置 才再溝通會好一點 那因為如果以對等的量來計算 那變相到時拉回雲來講 就變相是去回20元以下左右 挖近10宗的元尾這些位置附近 那如果這樣講到時會是好一點 那所以我想可以等低多一點 才做回加住會合適一點